欢迎收看财纳克读出说谷 我是财纳克 财纳克读出说谷这个节目 你我都知道 它绝对不是一个报道性的节目 它常常经过 针对全球的金融商品 做出分析和预测 当然 及时的报道一些资讯 也是我的一个责任 但这样子的一个预测之后呢 我们发觉到之后所得到的结果 往往和我们的预测是相同的 让观众朋友们看了 财纳克读出说谷之后 就能对于您自身的理财有所帮助 这就是我财纳克做节目的宗旨 今天财纳克读出说谷 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 一鱼竖吃 要吃的精致 要吃的香 那么大家都知道 全球的金融商品 如果你要做投资 除了你要有国际 总体经济的眼光以外 对于产业的个体经济 也要深入了解 这两项 当你都能掌握的话 那么这个金融商品 大概就呈现在你们面前 它就是唯一所用的一个财富 但是这个财富的梦想 如何的做实现 可能要 重点是在 实际的拿捏 实际的掌握 所以我个人认为 投资金融商品 它是一门既深又广的一种投资艺术 那这个投资艺术 就如同我们讲一讲 就如同 民厨烹饪的道理是一样 他们除了 这些民厨 他要把一项菜烧好 除了他对于烹饪的专业知识 能够深入了解以外 火候的拿捏 实际的掌控 往往是烹饪 这门学问的 更上层的精髓 所以我们记得上一集 我们所探讨的就是 如果您 能够全面的 实时的做追踪和预测 您会惊奇的发现 您的周遭 都是财富的一些商机 可以去做一些掌握 当你掌握到 这一些的商品 这些标的点之后 那么 如何的将它落实为财富 那就是要掌控了 就是何时进场 何时出场 在它风险最低的时候进场 在它风险 急速升高 而力头缩小的时候 断然的获利了结 让它不会白忙一场 呈现纸上富贵 我相信你我 在投资金融商品的过程之中 很多投资朋友们 都有这样子的一种经验 所以今天财纳客读出桌子 我们要探讨的主题就是 如何掌握一项金融商品 或是数项的金融商品 您就好比掌握了一条鱼之后 您要知道如何的做 一鱼竖吃 然后把它这个金融商品 吃得精致 吃得香 把它所有的东西精华 全部吃在肚子里面 这样子 这个金融商品 你先前研究 花了那么多时间 它就有价值了 那么这个金融商品 就成为你人生的 所谓的印钞机 人生的所谓的聚宝盆 好 我们今天举两个 我们实际操作的例子 为大家做些说明 你就了解到 当你完全了解金融商品的 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市场或这个金融商品 它本身这个产业 应该如何去做注意以外 实际的拿捏 那么将会造成你的获利 不断的翻倍去做些累积 我们有两个实际的案例 为大家做说明 当然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 对于观众朋友们来讲的话 可能需要你更费些脑子 仔细来听我 怎么分析时间的拿捏 什么时间我们应该做进场 什么时间我们要做出场 我们怎么将一趟的 一个金融商品 来回进行操作 它不是所谓的现先 不是随便点到说 这个地方应该买 它中间有很多的卖弄 玄机和专业知识 为您做些说明 我们先来谈到的是国际的原油 国际的原油的商品 大家也在这个节目之中有听到 从去年2016年的12月的下旬的时候 OPEC不是宣告了第一次的减产协议吗 当时我们是怎么谈 我们来看到这张图表 这张图表来讲的话 我们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 我们科技理财系统提示使用者 在4月7号的时候 我们开始做出来买进S&P原油反的这项商品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投资朋友们 看了很多节目也有看到 也有看到我谈到这个ETF 在台湾其实说起来 现在ETF非常的多 它和国际的一些金融商品 是直接挂在一起 你如何好好去掌握 你就掌握到国际的金融脉动了 好 当时为什么在4月7号 我们一一的来到来 之后我们为什么在5月的25号 我们又再度的提示做 再次进场 然后在6月19号 我们做获利平仓 它的原因何在 那么之后 它经过9天的回答 达到这个位置里 7月4号的时候 再度提示 使用我财纳客科技理财系统的 这个使用者 那么他们又出现一个讯息 叫他们再度的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而到了7月10号的时候 又提示做一个获利平仓 这中间的过程 里面除了有总体经济面 各体经济面以外 还有所谓的量化和非量化的技术面 今天一一的为您做一些说明 我们来看到下张图表 下张图表来讲的话 是在去年的 这个12月底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 禅略课读出说谷 我们谈到的是 减产协议已完成 能源价格探索型 当时分析了这张图表 这张图表 它的右边 右边这个地方 它有几个重点 我现在把这几个重点 我们来做一些复习 我们来看到全画面 好我们看到这张图表的全画面 它的最右边的这个地方 大家仔细地来瞧 我们不必先看到 这个指标上面 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讯号 我们先来看到 在K线图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有个叫做10MA 有个地方叫做20MA 这是一个月线图 它每一根K线 它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在那边动来动去 最后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 您看到这边有两个点位 在20月移动平均线 那个位置点来讲的话 是比10月移动平均线 那个位置点是不是为低 为低 它为低 而且呢 在指标方面来讲的话 当时在去年2016年的12月份 它确实指标已经到顶了 所以告诉我们这个连接出来的一个讯号 叫做指标无效性 代表压力是 在上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原油从27块钱涨到2016年 去年的12月底的时候 已经到了56块钱 涨幅已经高达一倍 你不要看到小小的一小段 它已经涨幅高达一倍的情况之下 它出现了这个讯号 所以我当时有跟大家谈到 这个位置点 原油大概56块钱 这个位置点来讲的话 它会开始形成再度回挡的一种机会 然后我们再看到下一张图表 这下一张图表 这一张图表呢 是在今年的2月份 今年2月份 我们来谈到的就是 能源站狼烟再起 当时大家看到这一张图表 它狼烟再起的时候 今年2月份 其实说起来 这段过程之中 也走了两个月 就是5556块钱 原油的价格 并没有动 但是我们分析过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底部 从27块钱涨起来的过程之中 它叫做ABC的反弹 所以这边特别定义它 怎么判定 用涨跌悬空来判定 它是属于一种空头之下的一个反弹 而且在当时在今年的2月份 而且在当时在今年的2月份来讲的话 它的指标又形成所谓的破线的态势 告诉我们这个55块56块钱 它就是一个高档 然后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图表 在下一张图表来讲的话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 4月7号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跌 为什么不在2月份就操作呢 大家要出去做注意 一定操作金融商品一定要得到确定那个方向 因为SMP500 SMP原油反 它在之前已经动有一个浪 有一个浪波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一个浪波 浪波是确定了 7月4号这个低点的低点区域来讲的话 就是它原油要价格要开始正式的回探 它的一个颈线 等我们再谈到颈线的位置 正式回探 所以我们在4月7号的时候 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进场动作之后 我们到了5月25号 我们又做出来个进场 再度进场 这告诉我们 这两度进场都是确认了 这个位置点 原油反这个位置点 也就是原油大概在55 54之间 大概它就是一个高点区 它会开始出现一个快速的往下 原油价格快速往下回落 而原油反这个ETF 当然就有它上涨的利基 我们来看到下张图表 这下张图表来讲的话 也就在5月25号 我财纳课的投资学习的讲座之中 也跟来聆听的投资朋友们 以及那么我们使用所谓科技理财系统的这些使用者来做一些说明 当时谈论几个重点 告诉他们原则上面 4月7号和5月25号 买两次的S&P原油反 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 我们看到这张图表的全画面 因为当时出现了几个 外在的金融讯息是这样子 一个就是那么全球的能源总署方面 预测了这个能源的需求高峰 大概已经更改到今年2017年 而且那个产油国OPEC 他们的减产 每一天减产是130万桶 但是美国页岩油的业者 每一天增产是140万桶 也就是减产这样子的措施 对于供给与需求来讲的话 没有达成任何的效用 所以原油的价格会自然的再度形成回落的态势 而在第三项来讲的话 就是到了明年2018年 美国的一些能源产业 他们的公司债 它一些信用的债务来讲的话 就要到齐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们必然会卖原油现货 然后去偿还2018年的这些债务 而且当时我们也得到讯息就是 很多能源产业这些业者 在54块钱放空原油的价格 既然是这样子 看到这样子的状况 那么就再从技术分析来讲的话 更笃定了我们这一项的金融商品 是应该可以获利了 所以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图片 在下张图表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要跟大家谈到 这个5月25号 为什么这个地方除了 总体的经济面 各体经济面以外 在技术面来讲的话 为什么拿捏到这个位置点 5月25号的位置点 我们将这个图表 因为要放大点 让大家了解 我财纳课的点位波浪是怎么看 我们来看 它从这张图表的中间这部分 我们用紫色的线来画 上面写到12345 这地方来讲的话 大家不要认为我这个紫色线是乱画 没有乱画 你只去想到 点位波浪的意思来讲的话 是波浪的意思就是趋势整理 趋势整理趋势 这就是5波3了 所以点位来讲的话 它也有这种所谓趋势整理 趋势整理和趋势 它也是5波3了 所以它大家去注意一下 在1的那个部分来讲的话 是旁边有根黑K对不对 黑K的旁边是不是出现一根红K 那是个反弹 所以那个红K叫做2 再过来 有个3 这数字的上面 是不是有个大黑K 又打下来 然后3的旁边 又有个小黑K 就跌了两天 然后呢 又反弹了一天 那一天虽然是个黑K 但是它是一个上涨的 那么所以那个地方叫做4 然后之后 4完了之后 连续跌了三天之后 出现的是什么 出现的是 那么越跌越凶 越跌越凶 空方式越来越强 所以它会不会出现 所谓的五波三浪四鱼 所以你们看到那个紫色的线 又有所谓的6和7出现了 6的部分来讲的话 是一根红K 强力的往上涨 但7却是一个往下跌 代表上涨之后 之前的从4跌到5的底部 是跌了三天 但是从6的反弹 跌到7之后的隔一天 不但不再跳空下跌 反倒是一个红K往上攀升 所以那个位置点 就是5月25号 我们科技理财系统 提示使用者买进 再度买进S&P原油反的重要时刻 好 这样子大家要了解我们是这样子的再度买进 那么为什么在6月19号这个位置点 我们全数的将两次买进的位置 一次全部获利了结 入代为安 不会成为纸上富贵呢 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看到下张图表 因为当时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张图表 这是在6月24号 我做的一个图表 是针对于6月30号 我才纳克的投资学习讲座的时候 要为那些学员 还有一些投资朋友们做些分析 当时我们为什么在6月19号 要做一个获利平仓的动作 当时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表的全画面 刚刚讲的话 那时间点也就在6月19号的那一周 因为当时出现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沙吾蒂阿拉伯和卡达出现断交事件 这个断交事件 大家值得去的注意 他的前两天 美国总统的川普 还去访问了沙吾蒂阿拉伯 之后两天之内 沙吾蒂阿拉伯就和卡达断交 背后有很多的原因 当然沙吾蒂阿拉伯所提出来的原因是 因为有13项叫卡达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做改进 如果不改进 他们就入海空完全做封锁 当然里面也包括 卡达要和伊朗断交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沙吾蒂阿拉伯和卡达断交的这个时候 是谁伸出援手救卡达 将民生物资军事物资 不断的输送给卡达的 还有他们的港口借给卡达用的 就是伊朗啊 还有土耳其 所以呢 这会造成牵扯把伊朗又牵扯进来 居然这样子的盟邦 伊朗和卡达之间是一个盟邦 沙吾蒂阿拉伯第一个条件就是叫卡达和伊朗断交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就勾起了所谓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一种战争 要大家知道中东这个地区来讲的话 有很多种民族啊 有突厥人 有波斯人 还有阿拉伯人 沙吾蒂阿拉伯当然是阿拉伯人 他每一天生产的量 他生产的量 有1000万桶 但是伊朗也是他第二 中东地区第二大生产量的 每一天有400万桶 假设因为卡达的事件 这两个国家造成所谓的冲突 那么全世界每一天会减少 1400万桶的原油供给 这一减少供给之后 那么是不是造成原油价格就大幅的上升 那么对于我们操作SMP原油反 当然是一个绝对很大的一个冲击 基于这个原因 还有就是美国和俄国在中东 出现所谓的少许的军事冲突 所以当时从外在的形势 分析到这样子的重要讯息 而那个时间点的发生 就是在6月19号 财纳克的科技理财系统通知 所使用 这科技理财系统的使用者 把原油反ETF所卖出的 外在的原因 而在技术面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 一个有45块钱原油价格 和41块钱原油价格 这两个价格在技术面 称之为中线的颈限 所以我们当时来讲的话 原油的价格是跌到了42块钱 我们看到这张图表 它有两个颈限 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个是45 一个是41 除了这两条颈限 已经其中一条颈限被跌破以外 再过来您会发觉到 指标是在一个低档 指标既然是在低档 而且价格与均线方面 形成较为大的乖离 好 那么基于技术面的 1 2和3 这个三个条件 以及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外在的形势方面来讲的话 都会造成原油的价格往上升 所以为什么在6月19号 我们是将SMP原油反做出一个全数获利了结动作 在这里 而且那个时间点刚刚好就是 沙兔地阿拉伯和卡达宣布断交之后 会不会引爆伊朗与沙拉 沙兔地阿拉伯的军事冲突的那个刹那 原则上面就先行获利入带 不让它成为纸上富贵 然后我们来看到下张图表 所以经过一周之后 我们经过一周的一个时间 我们看到它的确的从这根黑黑 立刻形成跳空的 跳空的往上去做原油价格往上扬 所以SMP原油反的ETF 它当然价格就开始出现回落 我们来看到下张图表 下张图表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刚刚一讲到 6月19号这个位置点 我们做获利平仓的原因 和技术面的原因以外 基本面和技术面的原因以外 那么我们来看到这细部方面 它的点位的波浪 我们是怎么样来判 我们来看到全画面 您看到这个全画面来讲的话 从底部5月25号进场之后 我在上面画了紫色的线 有12345 这个地方的12345 这个点位波浪 其实它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从它的涨跌涨跌 也就是我讲到所谓的趋势整理 趋势整理和趋势 看得非常的清楚 至于它后面会不会有四鱼 会再往上涨 原则上面既然事件已经发生了 6月19号 沙烏地阿拉伯和卡达断交 引爆着所谓的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 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这个时间点 以及技术面来讲的话 原油价格会出现反弹的那种时机 当然就先行入带回安 所以我们来看到 当这个图表的最右边 是不是后来就出现了 一连串连续9天的 S&P原油反的价格 不断地往下崩落 也是因为原油的价格 不断地往上飙升 所造成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在7月4号的时候 科技理解系统又提示了 这个使用者再度地买进 S&P原油反 原因是在哪里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图表 下一张图表 就在这个位置点 这个位置点 我们先把外在的原因来讲到 这7月4号是什么时间 7月10号是6月19号之后的7月4号 也就是沙鲁阿拉伯与卡达断交之后 他提出来13项的条件 要卡达做出来一个同意 在最后的24小时 就是在7月4号 那个时候 卡达当然不会与伊朗断交 所以卡达对于13项的要求条件来讲的话 予以否认 但是他对于沙鲁阿拉伯讲 说我们卡达愿意与你好好的谐谈 既然会好好的谐谈 就不会有军事冲突 既然不会有军事冲突 那么 沙鲁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自然不会起来 不会起来 那么原油的供应量仍然大于全球的需求量 所以原油价格会自然怎么样 又会跌回去 既然它要跌回去 我们就在7月4号的时候 再度提示 做出来一个SNP原油反的一个买进的动作 何况当时7月4号达到这个位置点 这个价位点 它是一个什么 技术面的一个颈线 颈线就是这样子切出来的 这是不是颈线 是不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然后买进之后 它就开始往上涨 涨了之后 为什么在7月10号 又做出来一个所谓的获利平仓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图表 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讲 为什么7月10号 我没有做一个获利平仓的动作 我把这个图表 把它做出更大的波浪 你就了解 波浪来讲的话 有小波浪套 大波浪套出小波浪 小波浪之中还有点位波浪 一层层的波浪 这就是我财纳克气脉技术分析 的中式气脉技术分析 和西洋技术分析的一种融合体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 简易波浪 当然听起来简易 那么其实说起来 它的波浪理论来讲的话 西洋技术分析的波浪 是不一样的 它有点像中国那个宫廷里面的 那个九龙珠的道理 它是一个套一个 一个套一个 当你在分析任何一个点位的时候 你不要忘了 你这个点位在全局上面 整个全局上面 这个点位的意义 所以我们来看到 7月10号为什么做出来一个 再度获利平仓 我们看到这张图表 从这个底部来看 这边是第一波的上涨 1 2 3 4 5 1 2 3 4 5之后 会怎么样 会出现A B C的回答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这是波浪循环的一个 它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要件 就是 5波三浪之后 A B C的整理 所以这边出现 A 打到7月4号的时候呢 开始出现上涨 就是B B完了之后 它一定会再来出现一个 再度出现下回的C 所以 这个B 反弹到哪个位置点 我们来看到全画面 既然B是一种反弹 所以呢 我们在7月4号 买进 再度买进 SMP原有反 这之后 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注意 价型是不是转弱 所以大家看到 7月4号买进之后 出现了连续上涨的 四个营业日 在第四个营业日 内根K线 是不是出现了 架型转弱 既然它的架型转弱 是代表所谓的 B波的反弹波 已经要宣告结束 所以 在7月10号 又将SMP原有反 通知使用 科技理财系统的 投资方面 将其做一个 获利品仓的动作 那么之后 它又开始出现 下回 下回之后 到底原油这个金融商品 我们要怎么来 来做个操作 我这边要特别说明 这个地方 一折 是再做一次 原油的下跌 做SMP 原油反的上涨 另外 在这个位置点 我们也会观察 全球的金融的状态 以及原油产业的发展 可能也会做 反手去做多原油 为什么会这样的看 未来我们有时间 再将原油 去做一个持续追踪 你就能够做了解 这是提示大家 第一打 我们实际操作的一个金融商品的例子 告诉大家 金融商品 要让它获利来讲的话 重点在哪里 你对它总体经济 各级经济了解之后 你好像找到了一个宝 这个宝 你就不能够放弃 要一余多吃 要吃得精致 要吃得香 要吃来又吃去 吃来又吃去 吃来又吃去 这样子 你对这个金融商品 你就价钱就熟了 当它多方吃完之后 你还可以做空方 所以我们讲到 日本从前有个股王 叫做四川银杖 他刚开始成功的立即 就是他针对一档股票 就是一路的 一波一波的去做操作 他最后的失败 我们之前的节目之中 也跟大家谈过 我在这边不做赘述 只是你针对 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金融商品 你要好好的怎么样 好好的把它吃干抹净 让它成为你的印钞机 成为你的聚宝盆 这才是一个重点 好我们来看到 第二档的实际操作案例 大家可能会 这档这个实际操作案例 可能是近期特别热门的案例 那就是大陆故事 如果大家还记得 这个在今年的四月 这个位置点 2017年四月份 我们分析到了一个 所谓的行情永远超乎想象的时候 谈论到大陆的股市 当时有跟大家谈到 在这个位置点 也就在2014年的10月份 人民币那个时候对于美元之间的 的汇价来讲的话 是6比1 之后它的外汇存体不断的下降 因为它钱都往国外去做一些投资的动作 因为人民币那个时候比较值钱 开始投资到国外 国外去 所以经过长时间的走势 一直到今年初 2017年的1月份的时候 人民币对于美元来讲话 已经贬到了将近7比1 这一段的历史 大家应该是记忆犹新 而在今年的4月份 我财辣客读出说谷 谈到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谈到 经过这个两年多的时间 人民币贬值之后 在今年2017年的4月份 出现了连续三个月 大陆的外汇存体连续上升 是代表资金会回流 资金会回流 对于大陆股市 绝对有正面的帮助 我们来看到下张图表 当时不止在月线图谈到 当时我们来看到 所谓行情永远超乎想象的 那个单元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分析过 上证指数的波浪 那个时候我们来看到 这张图表的全画面 大家可能会更记得起来 当时来讲的话 上证指数开始说 它出现这个波浪 大家仔细看一下 我上面有画到 它是五波三浪的上涨 之后A B C的整理 你可能说怎么样去看 你仔细地先把这个图看一下 好 我们又不要 我们又回来到现场 我画给大家看 我们来看到这张图表 它之间的所谓的五波三浪 是怎么五波三浪 你不要认为它没有什么动 它有在动 这边一 二 三 四 五 是不是很清楚 你后面都不要看 后面都不要看 原则上面看前面 就是五波三浪 清清楚楚 这上面有一个六十周移动平线 六十MA 在压在头部 这样看得清楚吧 那么之后它进行所谓的A B C的整理 怎么A A B C的整理 那么一二三四五 A B C是一个完整的波浪 循环 完整的波浪循环 而循环到今年四月的时候 我才纳克读书说谷 谈到行情永远超乎想象的时候 跟大家分析过这个点位的位置点 也就是当时来讲的话 在四月七号的时候 当时来讲的话 我这边出现的时候 空方当墙位墙 是代表底部浮现 而且指标是在低档 这样子来分析 从外在的外汇存体的变化 以及技术面的一个中线的一个分析来讲的话 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大陆的股市 是我们应该投资的机会 才会有所谓的行情永远超乎想象 我们来看到下张图表 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我们当时又分析了几个外部的形式给大家看 我们来看到这张图表的全画面 当时大陆股市有四大利基 第一个利基就是人民币来讲的话 开始出现油扁转升 代表国际的油资开始进入 而且呢 那个债券通在香港发行了 所以让人民币可以国际化 说到债券通人民币国际化 我又不得不说一件事情 你知道川普为什么跑到沙烏地阿拉伯去啊 除了卖120亿的军火以外 他跟沙烏地阿拉伯的王族到底讲了什么话 让沙烏地阿拉伯经过两天的时间呢 和卡达断交 因为卡达是天然气输出的最大的国家 他输出天然气给中国是用什么计价 是用人民币计价 这就触动了美国主义的精神了 因为美国主义是什么 就是什么东西全世界的商品 要以美元计价 但是卡达并没有遵守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就了解到 所以人民币会所谓的国际化 它有很大的原因 为什么在去年的时候 我跟大家谈到美元会出现所谓泡沫化 因为我当时有讲到 除了长线30年的一个趋势以外 还有就是美元是不是未来能够成为 国际货币的领头 有者就是看他是不是国际商品是不是以美元计价 所以为什么沙布迪阿拉伯在川普访问他之后 两天之后跟卡达断交 因为卡达卖天然气是以人民币计价 也就是中国大陆只要给他人民币他就卖天然气 这已经触犯了美国 好 所以我们又看到大陆它所谓的债券通在香港发行 是为了让他让他的人民币国际化脚步更快 这一国际化脚步更快 那么资金是不是更回到中国大陆身上 然后再过来 大陆的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对于表外投资业务 来讲的话出现了强烈的紧缩 不准他们超过一定的一个上限 从15%到33% 如果非金融机构 非银行的投资机构来讲的话 超过33% 那种公司的老板都要被抓起来 除了这以外 我们看到他第四个对于大陆股市更有利的利基 就是他所谓的禁售令 不准这些大股东和关系人将手中的上市的股票 做出卖出 既然有这个四大利基 那么当然是投资大陆股市的一个好时机 你又如此又抓到了一个好的金融商品 所以我们科技理财系统就提示使用者买进两个大陆的ETF 我们来看到下一档图表 第一个大陆ETF就是叫护生300振2ETF 大家看到护生300振2ETF 它不是真的有300档 它其实说起来是和大陆的A50的这种所谓大型的全职股 基优股 它们的股价是挂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看到近期来讲的话 大陆的中小型的股票可以说跌得稀巴烂 我有讲过 当股一个地方的股市强的话 你要买最强的股票 要买最值最好的股票 不要买那个之后扁涨翻天 他开始看看他有没有补涨机会 这个投资观念希望对于您未来操作股市有所帮助 所以我们当时买进的ETF 在台湾发行的ETF非常多 为什么科技理财系统是选择的是第一档就是护生300振2 因为它是高杠杆 而且它里面的组合全都是大型直优的股票 好 那么第二档大陆的ETF 我们是买进的是什么 大家就非常清楚 就是上证振2 也就是上证50A股 我们来看到 它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 而时间点就在4月7号 好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图表 我们先看到 一直截至到上个礼拜五 也就是7月14号礼拜五 护生300振2 我们的操作的脉动是这样子 为大家做个剖析 也让大家能够学习到 怎么样来将一个金融商品 将它一鱼多吃 吃得精致 吃得香 我们来看到 当时来讲在4月7号买进之后 是在这个位置 6月14号 做出了一个卖出的动作 为什么卖出 未来 我们来慢慢跟大家谈到 然后6月16号 又及时做出来买进 然后7月3号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又做出卖出 然后到7月10号 所以我们又做出买进 然后在上周五 7月14号 又通知做出来卖出 之后背后的原因 非常的清楚 我们来看到下张图表 下张图表来讲的话 那么上证振2ETF 也是同时期做出三套 买进 卖出 买进 再卖出 再买进 再卖出的一个动作 当然这几天我们发觉到 本周啊 这两个ETF 都在这个高档形成 大幅度震荡 大幅度震荡 它未来会怎么走 原则上面 我心里又有个盘算 会不会再继续操作 第四趟 第五趟的大陆股市 我个人认为 都有其机会 但是原则上面 都要掌握一个重点 就是当它风险低 而力头大的时候 我们再度进场 这才是投资的一个准则和要力 好 我们来以上证的 证2的ETF 它的脉动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在6月14号 我们要做出迈 迈出的一个动作 原则上面 它的意义在哪里 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图表非常清楚 也是用紫色的线来画 这边是不是出现五波三浪 一 二 三 四 五 既然这个五 五可以无限高啊 那为什么在6月14号 要做出了一个 迈出平仓 获利平仓入带的动作 我们来看到 全画面 大家来看到这个点位 好 大家看到在6月14号这个位置点啊 这不是第五波的上涨吗 然后之后出现了一根黑K 然后出现一个小十字的黑K 那个黑K是上涨 然后第二天 也就是6月14号的当天的开盘 原则上面它没有出现一个开高 没有出现开高往上推高 所以造成了它只有五波三浪上涨 不会有任何四余的可能 既然它开盘出现这个讯号 它不会有再度往上推 所以科技理财系统就通知使用者做出来一个6月14号 卖出的动作 那么卖出之后 为什么在隔了三天之后呢 为什么在6月16号的收盘前 为什么 那么科技理财系统又通餐做出所买进 我们来看到下张图表 有它一定的原因 我们来看到这个6月16号 为什么做出来一个买进的动作 这个是6月16号 好 那么这张图表 没有关系 这个地方是延续到7月3号了 没有关系 6月16号为什么进行买进的动作 我们看到这个全画面就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1的位置点 1的位置点 下面有一个橘色的箭头 其实是6月16号 大家仔细看到 那个K线是不是 两根黑K下来之后的一根小黑K十字线 那叫做什么 那个位置点叫做空方驾行转弱 所以6月14号做出来一个买进的动作 那么7月3号又为什么做出来一个卖出的动作 我们就持续来谈这张图表不改 你看到买进之后 它是不是到了7月3号之中 它的卖动又出现所谓的点位波浪 1 2 3 4 5的上涨 上涨之后 它会不会有四余 这个原则上面我们要仔细地瞧 在7月3号的那个位置点 我们发觉到也是在开盘 它没有出现再度往上推升 所以它就不会有所谓的四余 在四余的地方它形成转弱 所以它容易出现回答 既然它要出现回答 回答的幅度的深度和广度 不是我们来预测的 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所以科技理财系统就提示使用者 在7月3号做出来一个获利平仓的动作 那么7月10号又为什么要提示再度买进 我们来看到下张图表 好 这张图表就是告诉大家7月10号为什么要做出买进 仔细地来瞧 破浪里面来讲的话有所谓的趋势整理 趋势整理和趋势整理 这个地方叫做ABC的整理 ABC的整理 你可能会问到这不是1235吗 从这边叫1235 这个叫做两浪对两浪 ABC对ABC 既然是两浪对两浪的一个态势来讲的话 那当然就以涨跌悬空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当然是多方是转强 既然是转强 在6月16号这个点位的部分来讲的话 空方的K线形式又是一个转弱 当然做出买进 然后再来到了这个上面来讲的话 到了7月10号 你会发觉这也是ABC的整理 那么这个ABC的整理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一种什么 属于这种整理的方式 和这种整理的方式 整理有三种 脉动波子整理有三种 整理有三种 一种叫做什么 横向整理 一种叫做回档整理 就是ABC它是下回的 还有一种整理叫做强势整理 像这种 它叫做横向整理 像这种整理来讲话 它已经有点强势性的整理 它底部未必会把前面的底部跌破 而头部呢 却比前面的头部为高 这叫做强势性的整理 这叫做横向式的整理 横向式的整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在7月10号 又做出来了买进动作 那么买进之后 为什么在7月10号 隔了四天之后 又把它获利了结呢 我们来看到下张图片 像张图表 来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来看 我们来看到全画面 可能会更文清楚 大家从7月10号开始看起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它的左右 它从黑K转为两根红K的地方 这个地方出现的是 总共是八个营业日了 是两根红K之后 配一根黑K 两根红K之后 再配一根黑K 然后再两根红K 就到了7月14号 所以两根红K 第一个两根红K的 第二根的地方 那个K线是红K 是缩小的 价型是转弱的 但是第二个群组 的两根红K 的第二个红K 是不是较为强 所以我们用紫色的线 把它画起来 这个点位叫做转强点位 既然是转强点位 那么它上涨的价位 上涨会持续的 然后到了7月10号 那又出现两根红K的 第二根红K 也就是7月14号的 那个位置点 是一个红K是转弱的 所以告诉我们 这个位置点 当然应该先行做一个 获利了结 好 说完这里 大家很清楚看到 大陆的ETF 我们仔细的瞧 仔细的盘 除了把这个金融商品 抓住以外 它每一个点位 我们怎么样做进场 怎么样做出场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 因为它从底部 涨到顶部 大概涨幅35% 但是经过我们 这种操作的方法 它大概获利55% 这就是为什么 同样的幅度之中 要好像有这种精致 就叫我们说 吃的精致吃的香 为什么吃的这么精致呢 因为在这种精致的操作 之下会同时增加获利 也同时降低你每一次进场的风险 这才是重要的 不然真的会成为 看它上又看它回 完全是白忙一场 只上富贵 所以今天其实大家两个 我们实际操作的案例 给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如何的 掌握金融商品的外在的情势 又如何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讲的话 掌握它精准的进场点 让获利能够持续之中 就以大陆股市来讲 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操作第四趟 第五趟 第六趟 第七趟 甚至大陆的股市的ETF 未来我们还可能做反向放空的动作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原油 也可能开始进行所谓的反手做多元油 也有这个机会点 那么未来再向大家做报告 其实跟大家谈到的是什么 今天谈到的重点叫做 一鱼竖吃 吃的精致 吃的香 就是要跟大家谈到 操作金融商商品 要我们细嚼慢言 细嚼慢言 不断地去做这个追踪 那么财富就为您所掌握 你一生的财 财富就无忧无虑 说到这里来讲的话 我们要跟大家谈到几个重点 我们来看到这张图表 图表上面 就是我财纳课的科技理财系统 我觉得它是一个好的理财的工具 欢迎您做你的理财工具的选项之一 如果您对于我财纳课所办理的各项课程有兴趣 您可以上这个网站 去做个网络报名 我们来看到全画面 这全画面来讲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这个股票的盘中实战班 上面是写到7月31号礼拜一 但是由于场地的原因 现在确定是在隔一个礼拜 在8月7号礼拜一的早上9点钟 我们正式的开课 因为现在报名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我们开课的门槛 所以这一点 如果您对于盘中实战的技巧班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们 不要错过了这次机会 而且什么叫盘中实战技巧 可能大家在操作股票方面来讲的话 哪个点位是应该买 哪个点位是应该卖 哪个点位是应该加码 哪个点位需要等待 这都是盘中实战里面 要告诉大家的重点 所以您参加盘中实战 这个地方特别要跟你讲 您必须希望您能够带好你的手机 带好你的笔电 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课程之中 它既然是实战 我们会指导你哪个点位是它可以下单进场 哪个点位是它应该获利了结的动作 不是针对一讲商品 而是我们那是互动式的教学 我们会谈到很多的标的点 那么如果您对于投资股票 想突破你的迷思 想长久这个盲点能够解破的话 盘中实战班是您值得去选择 我们在8月7号礼拜一 我们正式的开课 好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如果您想学会我财纳课全套的本领 那么我这次在9月6号礼拜三 为期10个礼拜将近有35个小时的金融投资精英班 我会将我的全套的功夫交给你们 总共有12项的全套功夫 我相信你学会了任何的一套 那么应该在市场上面能够超越你的人应该不多 然后当然我们在下个月初 8月3号礼拜四 也有财纳课的投资学习讲座 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做聆听 在晚上7点钟来做聆听 你有任何的 不管是对于科技领域系统 对于课程方面 有所谓的哪里不了解 想深入的了解做询问的话 这个地方 有我财纳课的咨询专线 您可以与我们去做联络 好 今天财纳课读出说谷 我们谈到的是 易于树吃 要吃的精致 吃的香就为您说到这里 祝您理财顺应顺利 我们下回再见